身为一个刺客与战士硬钢本就弱势 所以我选择敌劲我退 能对说白了就是打不过 哎呀你不要拆我的台码 哎呀好了不跟你闹了 这个凯想卡我的线 两端已经能上去补兵的最后一下 不然以为我们会继续博弈 谁知道他转身就走了 像极了我爱他 他却不爱我的样子 看来还是他更加的重要呀 但是有些东西越重要 越会成为你的破绽 所以这份破绽 嗯对 就让我来替你结束吧 他也特别的开心 嗯对 特别的 开心 李白对线卡 四局之后才是真正的开始 注意细节 使用二技能无法选中 躲掉他二技能之后的强化普攻 他有大招直接上去硬钢 打不过他 先把线抢了 然后顺势刷大消耗一波 进入草里 他很膨胀 会过来的 为了防止他不继续追 时不时的回头勾引一下 二技能躲强化普攻 好的交大了 目的达到 那就走了 这一波也是成功的 打出了对面凯的大招 等下一波就可以了 大人头让给我放的干姜了 一连助攻都没有 你管这叫让 今天天气真不错 我爱这套 接下来就到了紧张 而又刺激的杀人猪心环节了 等一下对面的凯 然后当着他的面吃掉雪包 然后他 再次的兴奋了 嗯对 没错 你看他 多开心呀 而一个人在兴奋的情况下 是没有理智的 这个时候的他往往很容易突破 呃没事 你等我换身衣服的 好了换完了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风格都不太一样了 好家伙 还顺带脚的换了四个队友哈 哎呀别在意这些细节 本来呢我和李信前期是半斤八两的 然后我放的下落他支援了我一波 就导致我比对面的李信升四级快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就导致他迫切的想要清线升四级 又又导致我迫切的想要杀掉他 然后他就躺下了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再射手打只死螃蟹 顺便的打野还想来抢 你怎么敢的呀 不慌的两端已经能拉开距离 然后刷大消耗 不着急回去让他处于摇摆之中 然后等他反应过来开始追我的时候 我再回来 哼 你们以为我会直接死掉吗 怎么可能 不交个闪现再死 我怎么对得起 李信的这个闪现呀 李白打理信 得注意细节 细节做好之后我们就不用怂了 就比如 当着他的面给他一个惊喜 李白清线要注意细节 在安全的位置留下影子 两端已经能寻找边线 清掉边线之后还可以潇洒离去 那这个距离他是追不上我的 甚至 还能回过头来再调戏他一下 之后打紧妹妹姗姗来迟 潦草地表达了爱意 李信 毫不在乎地回了家 露露也走了 一切仿佛归于平静 但是 我不相信 假如我是露露 我肯定不会放过这波兵线的 好把他放弃了 好把他放弃了 好的时间来到最后一波囤战 李信最终也变成了暗星 可能是厌倦了光吧 他终究还是变成了黑暗 是谁把你逼成这样的 简直是太过分了 上去清包冰吧 但是余季来了 我倒下了 我说我其实是又离深入 故意的 你们信吗 没有 好 骗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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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